Hello 大家好!我是Bonnie 現在的時間是 5時22分 唉... 我今天又不斷 一天了 影片開始之前 如果你還沒訂閱這個頻道的話 就記得在下面 按訂閱 訂閱這個頻道吧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呢? 我其實經常都是像今天這樣 其實有很多事情要去做 要去處理 但就得不起心肝去做 會開電腦去看一看 之後不小心又回去錄手機 不然就真的開著電腦 但之後不小心又會去YouTube看影片 萬無目的地在這裡 但其實實際上 有很多事情等著自己去處理 無論是讀書也好 工作也好等等等等 但真的 不斷不斷不斷 趁著我今天是在這種狀態的時候 就跟大家分享6個我的小方法 如何由我的氣模式 回到我的工作模式 第一 轉換場景 無可否認 其實出去外面cafe工作 我是最有效率的 不過現在因為疫情的關係 其實都很難出去在cafe 坐這麼久 如果在家裡的話 我多數會在我書桌上工作 書桌的位置 和我的梳化可能是幾步的距離 但我真的覺得那個距離 是世界上最遠的距離 我怎麼走到 好像走不到過去的書桌一樣 在這個時候 不妨轉換一下你的工作環境 去不同的位置 我原本會在我書桌上工作 那我就選擇在我飯桌上工作 雖然我知道 其實看很多書都說 在同一個地方 你是專注 只是做的一件事 是會令你更加容易集中的 但是呢 心裡已經很抗拒 走到那張書桌的時候 那不如就轉換一個新的環境 雖然可能真的不能夠 好像平常習慣那樣 這麼快進入工作狀態 但at least 我搬了過來 我準備開始工作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在這個新的場景裡面 有一個新鮮感 而令自己更加開心地 想進入一個工作狀態當中 第二 補充水分 補充水分 是可以令到我們的大佬 工作得更有效率 或者你可以準備茶和咖啡 去令你保持你的精神去工作 我個人喜歡在我工作之前 或者是溫習之前 我就會沖一杯咖啡 到了下午的時候 我就會去準備茶 或者水 或者其他的飲品 就是一個進入工作 或者溫習模式之前的儀式感 第三 清空腦袋 很多時候呢 其實呢 我們很多事情需要做 但是 又不知道在哪裡開始 然後 腦袋又有很多的想法 很苦惱 然後突然又有 其他新的想法 這個時候呢 其實最需要 就是一張紙 還有一支筆 把腦袋裡面 所有的東西都寫在紙上 清空了你大腦裡面的思緒 工作或者溫習的當中 不給這些影響 都不會好像心哩哩的 令自己很容易分心 還有呢 就是因為你寫下了 如果今天真的做不完的話 可以留到明天做 你也不會忘記了這件事 我自己就是找一本簿 我真的隨時隨地都在寫著 就算我在做事的時候 這本簿也在我旁邊 就是要提醒自己 如果一有些不關於工作上的事情 在我的腦袋裡面 出現的時候 真的經常發生 相信我 你在做事的時候 就是當你想專心做事的時候 其他的靈感 其他去distract你的事情 就出現了 立即在我的簿上面 寫下這些靈感 回到工作的狀態 我們專心繼續做那件事 等到那個Session結束後 我們先來看一張紙 亦都不怕自己忘記了或失去這些東西 第四 分事情的緩金 輕重 這四個字是我爸爸在大學的時候 贈送我的一句說話 整個大學生涯 還未能參透好這四個字 現在我先慢慢掌握到 少少這四個字的正水之處 剛才在我們所有思緒裡面 其實我們寫了很多東西出來 我們有我們要做的事情 那張紙裡面其實是很亂的 現在這個狀態我們就是 把那些東西分門別類 歸類哪一件事很重要 哪一件事可以等一等 哪一件事我真的不急 哪一件事很急要立即處理 要去做的 那我就會去畫一個表 我就會把我剛才寫下的所有東西 把它分回這四個圖片裡面 那就可以把所有事都分門別類 寫得清清楚楚 知道自己有哪件事要開始 哪件事要之後再去做 第五 第五 關掉所有會打擾你的東西 集中和進入工作 溫書模式裡面 最大的 最大的敵人 就是手機 又或者是社交平台 看我的手機的話 它真的會告訴我 基本上是一天24小時 都不斷拿著它 不斷看東西 我有多少青春 就在上面浪費了 所以我就會把我的手機打開 用這個DONDISTURB的模式 打開之後 它就會把所有的 都關掉 另外我也會把我的手機放在房間裡 雖然我教了DONDISTURB 其實它可以讓你再去細分 你可以教每一個時間段 那我就會把我的手機 如果有任何的耐電 我都會聽到聲音 以免有任何緊急的事情 我家人或者朋友是聯絡不到我 我在電腦上面 都會加入一個Chrome的伸展 去Block了我 不可以去某一些網址上 這個完全是你自己設定的 它可以讓你設定網址 也可以讓你設定時間段 我通常在我工作的時候 就會開設這些模式 令自己不會很tempted 很想按過去 你知道 手指很不聽話 聖人不小心就會按到我的影片看 第六 先開始 五分鐘 其實這個 我是在Atomic Habit的這本書裡面 學到的 雖然在書裡面 是關於習慣 但我自己覺得這個方法 其實在調整狀態 由下模式去我們 工作模式的模式 都是可以應用的 我們先開始 五分鐘 休息 兩分鐘 番茄鬧鐘法是很有效率的 你可以設定一個特定的時間 然後休息幾多分鐘 就會用這個原理 一切從簡單開始 因為我們原本是零的 我們原本是完全不想做事的 大家記不記得嗎? 我們只是想弄 今天就弄了它 但不行 我們有事情要做 所以我們就由最簡單開始 由五分鐘開始 先 我們教一個鬧鐘 我們focus 五分鐘 集中去做事 之後呢 我們再來 休息兩分鐘 去廁所 生下難腰 不夠水的 去多泡杯水 或者泡其他飲品 之後回來 我們繼續 可能五分鐘 或者慢慢你覺得 五分鐘太少了 我真的 做不切 我想長一點 你可以去到十分鐘 二十分鐘 三十分鐘 其實慢慢呢 當你進入狀態之後呢 你真的會覺得 時間不夠用啦 還有可能慢慢呢 你都不記得了 再用這個蕃茄鬧鐘法 你就已經 進入了工作 或者溫習的狀態裡面了 不過 適當的休息 是很重要的 千萬千萬千萬 千萬不要讓自己 burn out 因為希望呢 以上這六個步驟 都可以幫到大家 在你 好不想做事 真的 我只是想弄 我好沒有動力 我不知道怎麼辦 但是呢 又有deadline 迫近的時候 又或者有些事情 你真的一定要完成 要交東西給客人 也好 明天要考試也好 等等等等 都可以利用以上這六個步驟 去快速地進入狀態 那我都不說了 我要快點回去做事啦 希望大家會喜歡今天的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給我手指公喔 想看影片記得在這邊 subscribe subscribe我的channel 還有如果喜歡的話 不要忘記分享我的朋友 我們下次再見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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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